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曾经在十年之前在英国的德比俊 然后学习以及生活差不多五年的时间 然后我回到国内已经将近四年半的时间了 然后这四年半的时间呢 一直都比较怀念英国的鱼鹤薯条 然后呢今年呢也是我老婆希望创业的一年 然后所以今年呢我们选择了这个时机 然后开了一个鱼鹤薯条的商店 然后在这家店里边呢 我们也付出了很多的就是辛苦 然后从这家店的设计包括装修等等等等 都是我们自己来亲自操办的 然后在这里就是我希望通过这个平台 然后呢重新认识一下我在德比的校友 因为就是回国之后呢 就是我们没有了电话 然后呢微信也没有串联到一起 然后呢通过这个店的平台 让我又重新结识了他们 然后重新认识了他们 然后重新和他们在一起了 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平台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其次我老婆呢也是非常在乎这个平台 然后呢也希望每天快快乐乐的在这边工作 这就是我开店的一个初衷 这个最快的是我觉得就是让这些 我们国内的中国人 然后来接受这个鱼鹤薯条这个食品 然后因为很多英国的海龟呢来到国内 然后他们很容易就可以知道 去点鱼薯条酱 然后还有一个饮料 但是对于国内的这些红包来讲呢 就是他们需要 就是我们去引导 我们去介绍 然后让他们逐渐的去接纳这个食品 然后逐渐的爱上这个食品 然后我觉得在这个介绍的过程 和推广的过程来讲 我觉得这是最难的一点 新梳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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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Two Three Go 嗨呀呀呀呀天天踩 嗨呀呀呀夜夜奶 嗨呀呀呀世知外 嗨呀呀呀呀已不来 那来我都给我从回来 感谢观看